体能加投篮 山东高速南篮备战训练花样多 8月13日上午 山东高速南篮全队继续在省体育局训练基地进行集训 上午队员们先是进行了体能训练 之后又去场馆进行了投篮训练 参加训练的人员名单 李洪汉 吴柯 王露腾 张春军 潘安宁 张辉 丽林 贾成 文艳行 吴麻 朱镕镇 姚基金慈散赛中国南篮114比97 季胜NBA明星队2018年姚基金慈散赛在中国盗联举行 由第五次参加该项赛事的南篮队 让周恒领衔的中国南篮队 迎战尤其是对丹家球形凯文乐夫领寻的美国新锐队 吴谦砍下26分 代表中国南篮队的小朋友们 在第三节单节 打出一波15-10的攻势将分叉拉大 最终中国南篮队114比97大胜美国新锐队 中国南篮队吴谦26分 周鹏14分 克兰白克14分 陶汉林19分 胡金秋12分 胡宁山9分 李小旭8分 美国新锐队迈尔卡宁27分 勒夫23分 福克斯17分 15天武战 鲁能应运魔鬼赛成的恒大体能将照列是鲁能 8月11日克场挑战重庆 8月15日回到主场对阵华夏 8月18日克场挑战贵州 8月21日或22日 足鞋威克场对阵大连 8月25日 鲁能回到主场对阵恒大 15天时间 又多达5场比赛 而且有三个距离不近的克场 这对鲁能是个新的考验 进入联赛后 但成,宝级队的抢分欲望会更强烈 这其中重庆和贵州都排名后三位 主场作战都有很强的战斗欲望 鲁能想要全身而退并不容易 华夏也有宝级的危险 但他们的球队实力不弱 在危险的局面下 肯定也会全力以赴 鲁能队员成绩反成 与乘客身体不适 对一出手戒指化险为赢 与卫队比赛结束后 鲁能球员乘坐19.50分航班返回济南 由于收到重庆机场航空管制 该航班20.25分才起飞 就在航班马上抵达济南之前 飞机上有一名旅客突然身体不适 恰巧鲁能队员一王连成就在该航班上 进此情景 王队员马上加入到救援当中 经过王连成耐心的治疗 以及专业的呵护 该乘客情绪明显好转 王连成挺身而出的剧动 让机上旅客大为感动 很多人也向鲁能队一 竖起了大拇指 救助乘客家属也向王连成 表达了感谢 飞机已于22点40分 降落在济南机场 坏兵旅客已经被送往音乐治疗 深花暂停半制衣预备队 主帅一直8月12日 由于在深花与上岗的预备队比赛中 出现不理智行为 范志义被暂停预备队主教练职务 据爆料 深花预备队主帅范志义在后围堵裁判 以此由掌管行为 深花将其停止 范志义 我只需要一个好的足球环境 把真实水平展示出来 我在场上不能无视乱吹的行为出现 这样扶吹影响队员的踢球积极性 巴塞在技手冠 梅西队史第一人西班牙超级杯 巴塞2-1赛为夺冠 这不仅是巴塞的赛季首冠 更是梅西正式成为巴塞第一队长后 拿到的首座冠军奖杯 33座冠军奖杯 也让梅西正式超越尹尼斯坦32冠 成为巴塞队史拿到冠军处最多的球员 斯罗首秀托门尤文图斯 乌康林尤文图斯青年队8月12日晚 在一场传统游戏赛上 游文5-0大圣游文青年队 斯罗上演游文首秀 斯罗也用自己的精彩表现告诉了人们 自己仍是那个无所不能的C27 打入斑马军团生涯手球 斯罗举用了8分钟 虽然对手只是一支青年军 但斯罗在比赛中仍旧是拼尽全力 将自己最好的表现带给了球迷 赛后 斯罗在推特上用一把利益写道 这是令人兴奋的一天 在特别的氛围下 这是一场属于尤文的胜利 感谢所有球迷的热情支持 女族出众雅加达为中国加油中国女子足球队队队长吴海燕 在雅加达筛出宇队友的合照 并写道 CN中国加油 照片中 每一位队员都笑容满面 并摆出了御用拍照手势剪刀手 吴海燕的助威引来了众多网友的祝福 评论道 队长加油 中国女族加油 带领中国女族取得亚运会冠军 让五星红旗飘扬在雅加达的赛场上 闪电体育孙冬号实习记者王海洋王家具